国国卫生科学局的分析发现 接种辉瑞Biontech冠病疫苗者 在两剂疫苗间隔21天内的蓝尾炎发病率有小幅增加 大多数患者是年龄介于12岁到17岁之间 卫生科学局在网上发布最新报告指出 本地在注射超过1100万剂辉瑞疫苗后 共接获21起罕见的蓝尾炎病例通报 这意味着每注射10万剂疫苗中 平均有多两个人患上蓝尾炎 但接种辉瑞疫苗作为追加剂后 蓝尾炎发病率没有增加 所有病患目前都已出院 当局指出接种疫苗后 出现持续性腹痛的人应该立刻求医 至于从上个月18号开始接种的 Nova Sovic冠病疫苗 当局指出截至5月31号 本地已接种了2792剂这款疫苗 卫生科学局共接获4起不良反应通报 症状包括皮疹 血管炎 头晕和胸痛 情况都不严重 当局也说 尽管全球临床试验显示 一些人在接种了这款疫苗后 通报出现心肌炎 但本地目前还没出现通报心肌炎的个案 但作为预防措施 当局也预请那些接种了这款疫苗的公众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避免做激烈运动 这款疫苗 接着 这款疫苗很端的利用 这款疫苗的医院 nov队是为了